买完了 现在在超市的停车上 现在是周六的下午时间 我们每周六出去大采购 又准备出门了 看 转一下 天气好新啊 正如我所说 现在秋冬季以后 欧洲就进入了雨季 没听错是雨季 这边的大西洋 那种气候特点吧 海洋性气候特点 到了秋冬季雨水特别多 七八月份下季 六月份的时候反而雨水少了 就春天过后以后 反而相对来说少一些了 然后我们门口的小花园 现在已经开始丢的小雨点了 本来想出去走一走的 出去买菜的同时 然后到郊外走一下 结果现在又下雨了 这都是我媳妇打理的 这个门口的前门小花园 那个叫什么金盏花 这个就是波斯菊 也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叫隔山花对吧 长得还挺厉害 前两天倒服了 我现在用个小棍把枝起来 这个花里还长得多有意思 这个是雏菊 都是春天 很多花都是春天的 只不过我们弄的比较晚 现在都进入深秋了马上 估计就再过个两三周 这叶子全部都变黄了 这个四周这些声明 来一个静静特写 天气不好啊 现在这个阴天 感觉要下雨了 我信箱里面有一封信 里面有一封信 待会回来再拉吧 在去购物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小镇子上面走一走 这是郑镇的中心 然后这边都是免费停车场 很多一些老建筑 你看周围的房子 全是那种红砖那种老建筑 这个是感觉就像以前那个火车站样的 但是这个小镇并没有火车站 然后这个房子也比较有特色 是个酒吧 是个餐厅 天气好的时候 看到好多人在这边烧烤 这还停了一辆那个 停了一辆那个ATV 然后这边都是他们这边的一种 娱乐休闲的方式 扔了个钢球 一个人三个 然后分成组 一对一二对二那种 是一种这边 大众基础比较好的一种 喜闻乐见的活动 就在这个场地之内 站在一边往那边扔 这是一条重道 再一条线 一个线之内的话 就一个道就可以玩一组 以前我们每次停Building 然后喝完酒足饭饱之后 就开始玩这个 然后这旁边都是老百姓的房子 这个是这边给老百姓 就是那种全民健身的那种道路 不能走机动车 只能走自行车 自行车和行人 可以在跑步骑自行车 还有人骑马 今天天有点冷啊 我现在穿着这个外套 哎呀 我的鼻子是一直不通气的 我穿哪件呢 就赖紧羽绒服啊 这刚刚过了十一 我们走到 你看从小镇上面走个几百米 前边 就到这个小镇的郊外了 没几步远 你小镇中心 再有一个路牌 就能看到了 这路是专有的一个名词 这是一个核桃树好像 这边核桃板栗 现在是成熟的季节 这就是这个政府弄的这个路 你看自行车 这是79号的 这个全国下来 估计得有上千公里 风部在散落在这个大区的各个地方 马龙大区的 79号路 这笔子行车啊 行人啊 你捡你的呀 你捡 我不捡 你要捡 你捡刚才你不说 你要捡 你要说的话 我刚才就把手套拿着了 这一捡手那么脏 第三边 这样一个小核桃 那么小 里面有没有肉 我都怀疑 这样一个小核桃 那还狗死了 你非得进去 那也有一棵 那也就要这么多的 我没有要进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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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湿的 哇 这都是的 好多核桃啊 这树都爆掉了 掉下来的 看 看这树上面 已经不多了 那有一棵 这边地上散落的好多 已经走到这个 走几步就是郊外了 这都是旁边的那个民房 民居吧 这个房子好像是翻修过的 很新啊 而且比较现代 画面整的很漂亮 这边都是一户一户的 然后这条路 你看多漂亮 这个路 看这个郊外 大片的田地 里面散落的这些 法姆农场 里面的一些老房子 地上的路 这家的花园整的好漂亮 还有那个菜地 一般只有乡村才能看到 小路多干净 骑车的好地方 小路干净 哇 那个这么多鸟 从田里面 飞起来的 这个路不干净啊 有狗屎就狗子呗 那些人 他他不讲功德 现在都有垃圾桶 按理说 他狗屎弄完 应该扔进去的 咱们到旁边的田地看一下 我们以前到了那个春天啊 秋天啊 出来的特别多 今天因为疫情 基本上没怎么出来 现在你看啊 好多这个鸟 刚才一大群 马回走了 一言不合 就开草 走了 我说不走了 这个是核桃树还是板栗树 这个是核桃树 走啊 我不跟你走了吗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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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真的是秋天了 路边的这个植物 感觉就像枫叶似的 枫类啊 叶子通通通通的 都好看哦 这是不是属于枫树啊 我也搞清楚这些植物 一般都是长在这种泥巴塑叶上 起床掉得太快了 下雨 很好看 这边有茂皮的万不充 就是这边防止的后蜜 哥哥 我们比较喜欢来这个超市 因为它的面积特别大 但是在另一个城市 我们有时候就特意过来 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大超市 但是更喜欢来这一个 嗯 这个什么水果呀 长得好 是梨吗 这个是梨 这个也是梨吗 也不像柠檬 也不像啥子 买了两颗大白菜 一块四毛九一颗 现在已经减足了全民 那种强迫 进入那种所谓的群体免疫阶段 都凭自觉了 没有人强迫你干嘛了 但是我现在发现这边的人 基本上已经养成了 戴口罩的习惯了 大家大部分人在超市 这种公共场所 还都是戴着口罩的 所以我也是戴着口罩的 哎呀 这个西红柿散的 质量不这么好 1.04 这个是一块三毛九 扣百分之三十 人家一块九毛九 还行 拿一个 那个梨旁边的黄色的是什么呀 木瓜 是木瓜 木瓜能吃吗 木瓜是吃的还是干嘛的呀 原来这是木瓜呀 这个是它有的一种梨 我刚才说他们超市解除了这边政府吧 政府就是颁布的嘛 就是反正商家都看自己了 那以前那段敏感时期呢 每个超市门口都有一个专人 就像保安一样的 要控制人的进出的速率 然后每一个车他都给你消毒一下 现在这个人已经撤销了 消毒的事也是你自己个人做 你愿意做你在门口他也有 没有人强迫你 全凭自决了 口罩也没人强迫你戴 你戴不戴就是你自己个人的事 你看我中午经常摆的一种午饭 海鲜饭 这就是半分饭 冷冻 微波炉解冻以后 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这边都是各种各样的披萨 你看这么多披萨 这个是4个2块4毛9一盒 都是一些半成品 也是我们平时经常摆的 这个羊脚面包咱们买一袋吧 不是吃完了吗 我拿了哈 这是我们经常摆的一些半成品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烤箱里面热一下就可以 我喜欢这种快速做的菜 这种荷兰豆我买的也比较多 冷清豆 这边就是薯条类的 更多像薯条油炸的食品 饭 比利时的薯条也是一绝 喝他们的那个啤酒 你瞧在里面 那还很便宜 1公斤7毛9 各种各样的那种 那个土豆类的 油炸的 我几乎从来没喝这种 百次可乐这些东西 这种碳酸饮料 我记得当时爆发的时候 这些纸 这边一抢癌空 那段时间连续 连续好多天想买纸买不到 想象也挺可笑的 那段时间